你們人都走下來嗎 走下來 人都帶頂上去 人家帶頂上去帶頂上去帶頂上去 人民醫院啦 說是 人民醫院喔 你說家庭是人民醫院 總統蔡英文1月5日下午 到台南平時公園造勢 有民眾到附近拍片紀錄 遇到這位阿嬤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總統這樣帶頂上去帶頂上去 外的車已經塞走了 在阿嬤來的遊覽車停在人民醫院 但她前一刻還很認真 在聽台上蔡總統講話 下一秒卻發現怎麼大家都走了 急忙跑出來卻已經走散 原來阿嬤不是當地人 住在距離台南市東區平石公園 三十多公里遠的台南市下營區 阿嬤真的好生氣 人家造勢大會還沒結束 總統還在喊動算 領頭的怎麼就先帶人跑掉 終於阿嬤的領隊打來 就怕自己被放鴿子接電話氣炸了 1月5日台南平石公園的造勢晚會 蔡總統大約下午五點十一分 從大競場抵達舞台 活動表定五點半結束 但看看蔡總統還在講話時 已經一大撮人不見 還有群眾慢慢從座位區游移出去 不過影片拍到的這位阿嬤 心裡可不這麼想 就希望挺總統到底 卻沒發現周遭同伴已經跑光光 害他差點回不了家 接著台南綜合報導